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 他就说 若是这样 我为什么活着呢 他就去求问耶和华 耶和华对他说 两国在你腹内 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 这族必强于那族 将来大的要服事小的 生产的日子到了 腹中果然是双子 仙产的身体发红 浑身有毛 如同皮衣 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 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 手抓住以扫的脚跟 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 历百家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 以撒年正六十岁 两个孩子渐渐长大 以扫善于打猎 常在田野 雅各为人安静 常住在帐篷里 以撒爱以扫 因为常吃他的野味 历百家却爱雅各 有一天 雅各熬汤 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 以扫对雅各说 我累昏了 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 因此 以扫又叫以东 雅各说 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 以扫说 我将要死 这长子的名分 与我有什么益处呢 雅各说 你今日对我起事吧 以扫就对他起了事 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 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 给了以扫 以扫吃了 喝了 便起来走了 这就是以扫 亲看了他长子的名分 从十九节这边开始 我们看见就已经开始记载到 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扫他的后代 这里提到说以扫他四十岁的时候 他就结婚了 他娶了拉班的妹妹 我们知道四十岁其实他 这是一个试炼的数目 特别是以扫他结婚了 那对我们来讲婚姻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试炼跟挑战 当你单身的时候你很自由自在 可是你结婚以后 就会面临很多的适应挑战跟学习 我想对他们很不容易的一个点 一开始要学习的就是他们需要孩子 可是他们没有孩子 所以二十一节提到说他们就祈求神 以扫就一直为他太太祷告 我想祷告了很久吧 可是看起来神都没有立刻的垂听 是经过了二十年后以扫他才得到了神给他的应许 那立百佳才怀孕 那当然我们也很高兴 虽然在这个过程有时候我们觉得折腾了很久 可是神听我们的祷告也很棒 可是怀孕的立百佳 我们看对他也是不容易 因为他在这个孕期 他发现那个腹中的胎动 真的让他很难受 到一个地步他说 我为什么要活着呢 说的是他很痛苦 但是在很痛苦的时候 他做一件事就是来到神的面前 他来问神 所以神就给他启示 让他知道在他的腹中有两国 两族要从他的身上出来 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我想神对他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不晓得这会不会就是立百佳他偏爱 小儿子的主要的原因 但是总之我们可以看见神拣选人的旨意 是在人出生以前并不在乎人的行为 乃在乎呼召人的主 所以24节说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 果然是双子 得到了双胞胎 神给我们的祝福 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25节提到先产的 就是提到以扫 身体发红浑身有毛 如同皮衣 很难想象一个孩子 好像你可以想象一个猴子一样 全身都是毛 不过这里说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 其实常常是象征着我们的天然人 我们属肉体的一个部分 讲到我们的野性 没有被驯服我们不服神的权柄 可是在26节提到说 随后就生了雅各 雅各他出生的时候 他是手抓住以扫的脚跟 说的是他在腹中 你看他就想抢着出来 当然雅各的一生也是这样 好像他一生都在抓都在骗 那这人生有的时候真的是 每个个性就是不一样 27节讲到两个孩子渐渐的长大 以扫的个性是善于打猎 常在田野 雅各他为人比较安静 常常住在帐篷里 那当然这个是讲到他们的个性 而且讲到两族人不同的生活的 的一个方式的一个写照 那这个以扫也就是说 以东人他们是比较活跃 他们带着野性的这样的一个游牧民族 可是以色列人说到的是雅各 他们是比较有思想 而且他们有次序计划移动的 半游牧民族 当然在这里说的这个打猎田野 都是象征着追求世俗 预表这个世界 而这里提到的安静住在帐篷里说的就是 我们在灵力的意义说的就是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 我们读经祷告 我们常常在神的同在里 不过我们人的天然说实在 我们是喜欢在这个世界追求这些属世的事情 可是属灵的生命确实是喜欢在教会当中和圣徒 一起来追求神的自己 但是我们要了解如果说我们只顾着世上的忙碌 而忽略了在神面前有这样安静的时刻 对我们来讲就是很大的损失 我们知道利百家跟以撒他们真的是一对偏心的父母 以撒爱以扫 实际上提到说因为以扫常常会打猎 而且就给他吃这个野味 我们如果喜欢一个人真的是照着我们的肉体 因为他对我们好 他比较合我们的心意 我们就爱他 那这真的是一个属肉体的爱 那在二十九节这边提到说 有一天雅各就在煮红豆汤 以扫从田野回来就很累了 所以以扫就对雅各说 我累昏了 求你把这个红汤给我 那雅各说 雅各真的是很会 我觉得他那个头脑很会算计 他就立刻说就告诉他的哥哥 那我给你红汤 我给你这红豆汤 可是你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 这个长子的名分 你知道他其实拥有很多的特权 比方他可以得到父亲的祝福 他可以做一家之主 他可以得到双份的产业 他也可以做全家祭司这样的一个尊荣 那当然我们应该学习像雅各一样 常常抓住属灵的祝福 这个是没有错的 可是我们看这个伊扫他的回应 他真的很轻看这个长子的名分 他觉得说我将要使这个名分 对我来讲有什么益处呢 他轻看这一切 他轻看神的应许 他没有把这个属灵的福分放在心里 他看一碗红豆汤 胜过这个长子的这样的一个名分 也就是说他不珍惜从神来的福气 我觉得这个很可惜 所以雅各就说你今日对我启示吧 我把红豆汤给你 然后你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 所以伊扫他就贪恋世俗 他就为了一点点的食物 我们看见他真的就这样子 把自己的长子名分就给卖了 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 有时候我们也是为了一点点的 也许世俗我们追求一点世俗 为了一点也许我们想跟我们的男朋友 我们的好朋友喝咖啡玩耍 我们就牺牲我们的聚会 我们为了一点利益 我们就牺牲了神要给我们的 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祝福 那我真的觉得很可惜 在伊扫的身上就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事 如果我们做一个信徒 我们跟随神 我们就是常常只是贪图今生 那个暂时的利益 而出卖了好像我们的名分 基督徒的名分 其实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很大的损失 伊扫他就是这样 他亲看了长子的祝福 他就是为了一点属地的享受 他就卖了长子的名分 他走自己的路 那对我们来说 这个就是很值得警惕的事 所以求神真的保守我们的心 要一直的珍惜神给我们的福分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不要在这个世界 为什么那天伊扫会累婚了 我觉得因为你一直在世界跑 你一直在做你自己的事 也许你喜欢打猎 你喜欢追逐这个世界的 这样的一个美好 但是有时候你太少花时间 在神的面前 所以有时候你就累婚了 但你累婚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做错的决定 就像他所做的这样的决定 如果那天他不是这样累婚了 我想他会这么轻易的 或这么轻看这个长子的名分吗 所以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们 把一颗紧手紧醒的心 赐给我们 不论我们的环境如何 主让我学习常常在你的面前 我们花一点时间安静在你的面前 我们就是这样子来依靠你 不要轻看你给我们每一个属灵的祝福 这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透过今天的话语 让我们看见你是完全的 你有完全的主权 帮助我们更多的降服在你的旨意当中 让我们更多的珍惜 不轻看你给我们的每一个属灵的祝福 奉耶稣的名字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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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